那我们来看一下年度团体创作者 我们入围的友 年度团体创作者讲 入围的友 好味小姐脑薄弱 自制卤肉饭竟然要从种田开始 啊 这一餐是要等多久啊 许伯于简直 仓鼠人 针对抹黑我们的人 让我来澄清 没收钱还捐钱 公开跟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合约 黄氏兄弟 一周八天 8 days a week Official Music Video 纵口味娱乐 完成30岁的约定 我们结婚了 D-Car Video 团队成员都假热血 上班日深夜一通电话去基隆 惨被拒绝还发睡觉卡 要走要走 The Doo Doo Man 嘟嘟人 从美国街头随机抓路人回台湾 外国帅哥第一次来台直接爱上 Zobituck 肉比头 差点偷渡入境 被问来十台重机包围 悬疑数字1611 台湾人挑战马来西亚 M问来机车大暴走 就是 哎呦 紧张咯 嗯 你们要幸运我们今天没有报哦 嗯 什么意思 我们表演完应该是不会入围啦 得奖的是 The Doo Doo Man Ian Ian 和Eric 總是推廣跳脫舒適圈的精神 他們對創作的熱情感染了觀眾 人氣節節高升 同時為了宣傳台灣 不斷從世界各地把路人拐回來 甚至有人還因此 乾脆搬來台灣生活 是最受歡迎的人口販子 這是我們做頻道的第四年了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經歷我們頻道的最低潮 我們經歷的那個谷底 去年的我們真的是 非常的難熬 非常難熬 因為做創作這件事情 是我們在燃燒我們的熱情 燃燒我們的生命 相信在座的創作者們 都可以有共鳴的 都可以體會的 常常可能 我們喬很久的企劃 我們突然就要出發去泰國 穿短裙體驗變性人的生活 或者是我們就是要去瓜地馬拉 在有高海拔的地方 在那邊爬山 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很辛苦 所以 我們 真的做了很多的犧牲 我們尤其我們是團體 像他們說的 很多團體無法經營太久 所以我們在這過程中 我們是做了很多的溝通 和犧牲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獲得了很多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選擇 討論出一個新的方式 繼續拍影片下去 然後希望能夠更正面的影響這個社會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是要非常謝謝 長期支持我們的粉絲 不管你是最近認識我們 還是你們已經支持我們很久了 真的是 非常謝謝你們支持 你們就是我們繼續努力下去的動力 那我們也要 我當然也要謝謝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朋友 還有我女友 他們真的是非常支持我 然後 非常包容我 然後也非常支持我們 那 我在 當然你要最終 非常謝謝我們的團隊 還有 我的好夥伴 一個人拍片 像我們剛才在講 自己設真的是蠻孤單的 可是 兩個人的時候 可以 互相鼓勵 互相扶持 真的要是沒有他 我可能不會他走入創作的這個路上 我的生活可能也不會那麼的精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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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 這是我們參加的第三年 然後 第一次得到左中獎的肯定 所以先謝謝左中獎的評審 謝謝支持我們的粉絲 謝謝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我媽也是剛跟我講 就是什麼時候要直播 她要看 所以謝謝在電視機前面支持我的 就是我姊姊還有我爸媽 他們應該讓我來看 我覺得做創作這一塊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流量 其實我覺得身為創作者 到最後你想要做的事就是影響 有辦法正面影響你的觀眾 跟有辦法正面影響你身邊的人 也是因為這樣子我們才踏上創作者的路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我們以前在矽谷上班 是有其他的上班的身份 然後為了創作為了影響更多的人 我們辭職然後踏入這個 我還記得我辭職的時候 我們只有六百個人的訂閱 我們那個頻道 那現在有一百兩百 一百二十幾萬個人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每一個人一定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都有自己的夢想 那其實我們在拍的片的過程中 當然會想要把它弄得好玩 弄得有趣 可是最終我們的影片 其實最想要表達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 可以跳脫舒適圈 可以從我們的影片中得到一點勇氣 得到一點感動 去追求你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們自己的夢想 如果我們的影片中有辦法改變 一個人或一些人 我覺得就算再累 就算我們的影片拍得再久 或是再怎麼燒錢 我覺得它都是值得的 所以謝謝總獎 我也愛他